2月12日有网友在天坛偶遇于谦老师并放出了几张现场照 看到这儿不少网友也纷纷为于谦老师点赞 毕竟于谦老师这份敬业的精神属实值得大家学习 据悉于谦老师当天在参加北京说MV的拍摄 至于是公益的还是商业的就不得而知了 除了这些大家的目光也聚焦在了现场的糖葫芦上 特别是于谦老师在看着面前的小朋友在吃糖葫芦 估计是送给小朋友吃的 不知道千儿大爷有没有叫卖喊两嗓子 看到于谦老师身边围着这么多的粉丝 也看出了大家对于谦老师的喜爱和支持 而之所以如此 除了于谦老师在舞台上给大家带来快乐之外 他在对待生活以及为人处事的态度 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学习的 在天际卫视相声春晚舞台上 于谦老师与师父石副宽 师弟孙悦 徒弟冯兆阳的演出 可谓是备受好评 特别是于谦老师带着发卡演绎直播的那一段 更是让现场的观众和电视机前的朋友笑得前府后仰 新年还未过去 于谦老师就又投入到了自己的新事业中 对此不少网友也是非常的期待 期待于谦老师北京说MV的播出 当然也有不少网友表示希望新丑年大风香早日上演 因为今年天津卫视相声春晚和山东春晚 郭德纲和于谦老师没有同台出现 属实让不少网友有点难过 当然在这难过中也表露出了对新年的期待 毕竟郭德纲 于谦的相声还是不错的 感谢观看